道教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甚至在许多朝代曾被推崇为国教 许多名人也信道寻道 史上有名的道教真人非常多 我们熟知的有太上老君 八仙之一的吕东斌张三丰等等 这些人大多是正面的象征 能给人带来积极向上的力量 也有一个妖道反其道而行之 他弄得天下大乱 让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但后世的帝王却还非常膜拜他 他就是黄金起义的张角 关于张角的传说很多 在人们心目中 他是个非常神秘的人 其中关于他的传说 有一个较可信的是 他本来是一个读书人 希望通过科考改变自己的命运 但不幸的是 他参加过许多次科考都失败了 于是他开始每天上山采药 有一天张角又去了山上 在山林中忽然遇到一个老仙翁 老仙翁送给张角三卷天书 这三卷天书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太平要术 得到了天书的张角 如获之宝 每天精心研读 张角原本就聪明 机缘之下得到这本天书 更说明他有这个天分 没过多久后 张角竟然按照书中的方法 学会了召风唤语 化福治病的本领 张角的本事传开后 人们都惊叹不已 把他当成了活神仙 许多人拜在他门下 要跟他学习 对于前来拜师的 张角都不拒绝 渐渐的 人越来越多 张角见自己的势力也大了 便萌生了自立山头的想法 他成立了一个太平道 取名为大贤良师 十几年时间里 他门下居然聚集了几十万的小徒 所谓的忽风唤语技能 通常是人们夸张的说法 除了神话之外 凡人谁有这个本事 张角自然也是凡人一枚 即使他读了不少书 学了要理知识 但还不能达到 化福之兵的程度 更不是什么活神仙 更合理的解释是 张角本是个读书人 肩不能挑 手不能提 可考又通不过 总要找个出路 于是便脑洞大开 想了这出 他借助一些寻常人 比较少见的古籍偏方 替人治病 也许机缘巧合下 居然给他治好了 人们便添油加醋地 宣传其他来了 于是一传使 十传百 相信的人越来越多 张角也被人们 塑造成了神仙一样的人物 也许张角一开始 也没想到自己会闹起 这么大动静 但随着他门下的信徒 越来越多 他开始看到了商机 看到其中潜在的价值 他的野心就大了 竟然开始做起了皇帝梦 张角起义前一个月 被叛徒告发了 他只好把行动提前 带着信众们揭竿而起 黄金军人多势众 一路势如阔竹 此举引起了汉士的恐慌 汉士急忙派兵 讨伐黄金军 两方展开了一场混战 最终张角病死了 黄金军也被汉士打败 不过通过这一场战乱后 汉士的根基已经被动摇 三国的战乱也随之开始 张角为什么还会受到 历代帝王崇拜呢 原因是人们从他身上 看到了一个朝代形成的过程 对于开国皇帝来说 他们最需要的是经验 从张角身上 他们知道了这么一个道理 如果想要收拢民众 可以通过宗教形式 把他们集合在一起 然后再给他们洗脑 暗示当前的王朝 气数已尽 再带领他们起义 这时候成功率就会高很多 事实证明 这种方式在后世中 被运用过很多回 所以历代皇帝 才会推崇张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